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重症与死亡数双双回弹 预估3月中将攀上最高峰 单日新增恐破35万例 为减轻医疗负担 预确诊种同住 不需居家隔离 并建议检疫 中央持续延已接种两季入境 也能隔离计划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登场 各家纷纷主打评价5G手机 小米子品牌Poco 华为旗下荣耀 Poco Realme等中国品牌大品厂 观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全球焦点在乌克兰 俄军攻打乌克兰进入第六天 首都基辅仍然由乌克兰的百姓 和军队牢牢撑住 俄军是从基辅北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微信照片显示 他的军用车队已经绵延64公里 缓缓地开向基辅 而乌克兰各城市都奋力抵抗 乌克兰的百姓 响应了国防部长的号召 他们自制汽油弹囤积沙包 在街头逐城战线第一线 那么首都目前都还守住 居民部分男女老幼纷纷报名参军 我们就从基辅开始看起 夜间空袭警报 这已经成为乌克兰首都基辅 近300万人的日常 俄罗斯大军压境第六天 未能如预期72小时内拿下基辅 让乌克兰军民信心大增 这里是基辅西北郊区 俄乌交战第一线 现场可以看到烧毁的 俄罗斯苏联时代车辆 来到这里的俄军宗队 显然被彻底击垮 基辅虽然武力较落后 但军队意志坚定 暂时守住了首都和其他重要城市 不知阿兵哥重逢陷阵 基辅师民也动起来 志工涌入协助城市防御 妇女搜集空瓶子制作汽油弹 守吴军战时成功抵抗俄军鼓舞 民兵领袖也说 乌克兰会赢得这场战争 只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骂脏话 这是基辅民众普遍的情绪 大马路上的看板也警告 入侵部队离开 面对俄罗斯蛮横入侵 乌克兰人又耐心和决心对抗 超市外可以看到民众 在周末宵禁过后冷静开队 货架上的物品虽然不多 但没有人抱怨 在基辅东郊 这位退休的经济学家 住家前院成了物资存放区 水袋 水电 烟黄瓜和食物 要捐给需要的同胞 他自己也在准备应证 手工制作汽油弹 上周五 乌克兰国防部鼓励民众 制作原名来自前苏联外长 俗称莫洛托夫鸡尾酒的 瓶装汽油弹来抵御俄罗斯 位于西部利维夫的啤酒商 也立刻响应 把啤酒生产线改为制造汽油弹 瓶子还贴上俄罗斯总统普钦大头 天还没亮 基辅就传出爆炸声 乌克兰士兵在街上射箭茶哨 用沙包和轮胎封锁街道 等着迎战俄罗斯士兵 基辅居民则不论男女 现身地方民防中心登记 领取武器 要用自己的双手捍卫自己的国家 不过美国五角大厦警告 当俄军慢慢适应 情况就可能有所改变 乌克兰总统 基辅依然是俄罗斯的关键目标 周一也遭三枚飞弹袭击 美国官员指出 乌克兰在基辅周边有效抵抗俄军 让俄军难以往南移动 关键是在俄罗斯尚未控制乌克兰领空 但对俄军拿下基辅的人力武力 仍不能掉以轻心 请新闻综合报道 好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我们会还有全方位 关于俄军攻进乌克兰的报道 包括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的策略 也包括双方代表 为何在白洛罗斯第一轮的商谈 毫无结果 而第二轮有可能交集的目标 以及50万的乌克兰难民潮 现在欧洲各国呢 有很多国家弃手中立 决定支持乌克兰的人民 待会还有全方位的报道 我们要来看的是 全球另外一场战役 在南韩和香港 疫情恶化持续扩大 首先看南韩的部分 南韩最近一周 一周暴增百万例确诊 而重症数也回弹 单日死亡 这是跟香港一样 比较让人触目惊心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确诊即使增高 如果不坚守清零的话 Omicron就是会迅速扩散 但是南韩的死亡数呢 已经连续多天 每一天都破百人 南韩持续的松绑 旧经济 他全面推行防疫自主 形同棄手 3月1号开始 南韩暂停了防疫通行证 另外被确诊的人 他的同住家人 也不用再隔离 就是放弃匡列 密切接触者 那么南韩下一步的松绑 还包括会开放 完成注射的人 免入境隔离 那么南韩这些做法 和不断恶化 我们是指重症 跟死亡的疫情 南韩的政策思维是如何 能够两边都能求全呢 来看下面的报道 首尔永登普区临时检疫战前 排队人潮不见尽头 这些通通都是快筛阳性者 准备进一步接受PCR检测 检疫战才刚开门 排解人数已经达到上限 原本因应欧姆孔变种大流行 南韩改以快筛为主 没想到阳性者越筛越多 PCR检测量跟着暴增 全面实施快筛以来 全韩检疫战平均一天 检疫量达到25万人次 但当中有半数民众都是为了开立 阴性报告而来 为了让防疫量能更加集中 南韩当局只好叫停防疫通行政制度 一号起出入餐厅咖啡厅等公共场所 不再强制缴交接种证明或是阴性报告 受到自营商强烈抵制的防疫通行证 上路120天暂时退场 业者们开心撤掉扫码鸡排 也趁机向南韩中央喊话 集中防疫量能的第二步是要落实防疫自主化 南韩宣布3月1号开始 确诊者的同住家人不再强制隔离 也不需要接受PCR检测 欧姆恐发威 确诊数周周倍增 内韩选择放弃匡列 密切接触者 南韩人忍不住担忧 可能助长社区内的隐形传播链 而看在南韩学者眼里也存在高风险 第五波大流行研修 南韩一周之内暴增100万例 单日死亡人数标破110人 专家对症状评估标准提出质疑 因为未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准重症越来越多 病情一旦恶化往往无力回天 内韩防疫当局公布最新沙盘推演结果 预测三月中旬单日新增可能突破35万例 尽管如此还是决定为转为风土病管理模式 预作准备 南韩接下来严拟要提供完成二剂接种者 入境免隔离的优惠 已跟上全球解封脚步 只是当前疫情不见虚幻 势必引发新一波反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欧欧交战临头的氛围下 美中之间的仇视对立 暂时不成为新闻的焦点 而美中第一份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签署满了半世纪 中国派出外交部长王毅出面 他认为美国完全没有切实遵守公报原则 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而美国是非常冷淡处理着上海公报半世纪 甚至卷入了美中俄 现在之间的情节 美国只派出了前欧巴马时代的财政部长 用连线致辞 同时致辞当中要求北京 在恶物的冲突当中 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然中美关系会更紧张 那么中国到现在并没有选边 在美中持续激烈竞争 再加上恶物危机之下 其实这一份半世纪的上海公报 已经沦为一纸巨文 中美这两大强国非常难在并肩 一起来了解 今天是中国与美国自冷战期间 开展双边交流以来的第50个年头 北京当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5天 举行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大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这场视讯会上重申一中 还怪罪美方没有切实遵守上海公报 令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敦促美方重拾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推动中美关系 早日重回政府 中美双方再次需要做出历史性的抉择 是继续和平共处 还是走向冲突对抗 时间是开放合作 还是回到隔绝对立 王毅呼吁美方要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 但同场致辞的美国前财政部长陆捷克 却不客气地当众吐槽 还强调当前要做出正确选择的应该是中国 50年以前 the USSR was a common threat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Today, Russian aggression threatens to drive us further apart This is a moment when nations of the world that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borders are joining together in condemning Russia's illegal attack on Ukraine China must decide where to stand and understand that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U.S. will only become more strained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choice to stand with international law 在中美冲突升温 北京官方周一甚至还发表报告批评美国人权表现的现实下 两国对涉及双边关系的纪念活动 早已呈现冰火两重天的两极态度 从去年11月 中方在美国德州大张旗鼓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到2月下旬 中方大动作庆祝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中50周年 官媒更积极宣传 由尼克森与中国大陆前总理周恩来签下的上海公报满50年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更积极走访NBA球队 并在洛杉矶与美国中学生面对面交流 展现友好姿态 那么至于今年会搞什么纪念活动 根据我的了解呢 双方其实将于近期还是要共同举办一些纪念活动的 双方也都有一些代表和嘉宾要参加 但实际上相关纪念活动几乎全都是由中方主办 或是由在美的亲中团体主持 美国国内不但媒体罕见报道 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都公开表明 美方没有任何针对尼克森访中50周年发表声明的计划 从官方到民间冷处理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反映出的是在过去50年当中 美国没有变得更自信 而是变得更加不自信 而另外呢 美国的视野变得更加的狭窄 所以在50周年的节点上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中美关系中有更多的积极的因素 而不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单方面的继续损害中美关系 而中方的大动作纪念除了是逢五逢十的重要周年外 更想借着中美破冰50年的话题来做好大内宣 同时撇清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 美国的对华的认知和判断出现了问题 错误的认为呢 这个中国的发展会损害美国的力量 大陆官方这种撇清责任的说法 连长期身为北京御用学者的退休教授都无法完全认同 我想即使双方都做得最好 中美之间在我们可预见的时期内 在乌恶冲突难解 中方态度又始终暧昧的情况下 中美关系前景恐怕人波波折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极端气候灾难在3月 194月 关注澳大利亚东部海岸有严重的红换 包括了昆士兰布里斯本跟新南威尔斯 那么传出了9个人在红换当中丧命 新南威尔斯的州长说 这是千年一遇的洪水大灾难 联合国最新的气候报告也显出极端气候危机的急迫性 那么对于我们人类生存构成越来越严峻迫切平凡的威胁 大雨重重打在地面上 澳洲东部海岸连日遭到雨淡狂袭 爆发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灾情 已经有9人不幸丧命 澳洲第三大城布里斯本在过去三天降下了80%的年降雨量 强劲的雨势导致市区多条道路被水吞没 许多房屋也全泡在水中 据估计有约一万五千户家庭受到影响 有传的民众纷纷出动能救出一个是一个 一旁则有狗狗被涂起来的大水下得惊慌失措 索性最后也被带到安全的地方避难 随着雨势往南部移动 灾情也出现在新南威尔斯州的利斯摩尔 所谓暴涨的速度让整座城市在一夜间全变了样 许多车辆被困在公路上动弹不得 还有上百位民众被迫在自家屋顶上过夜 新南威尔斯州长将这样狂野的天气形容是千年一遇 并警告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澳洲东部的海岸在反声音年下 已经连续两年受到更多洪水和热带气旋的影响 而除了洪水灾情外 雪梨的西部也正在经历一年比一年还炎热的夏季 全球暖化家具下都是地区在密集的建筑物和稀疏的植被下 升温往往叫郊区来得快 据新南威尔斯大学的研究估计 全球一万三千座城市中的17亿人口都将面临严重过热的危机 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也在周一发布最新一份报告 对气候变迁就在眼前 人类却毫无作为的后果发出严厉的警告 据报告表示 世界上一半的人口都将受到水源短缺影响 三分之一的人将经历致命的热浪 另外每年也会有50万人要面对洪灾 而到了2050年 则是所有生活在沿岸地区的10亿人口都会受到威胁 气候变迁日益严峻下也意味着未来更多人将面临粮食和水源短缺的问题 而儿童更是这一波波威胁的首当其冲 如此频繁的气候灾情也让年轻一辈倍感忧虑 IPCC最新一份报告重申全球因应气候危机的急迫性 也再次凸显气候变迁正在发生 而且正在加速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向前进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刚刚的澳大利亚洪换洪换海啸的灾难 让很多日本人留下终身听障的遗憾 而日本的科技研发让一种无声之声复活了听不见 对于周遭一切仍然可以及时感知的能力 日本的产学合作开发了声音转换仪 把声音变成震动 可以接收到紧急广播之后 以震动和灯光通知听障 视障的人依旧能尽速避难 雨淡猛炸 暴雨瞬间沉灾 冰难广播是乡镇最直接的救命提醒 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接收 全日本龙亚联盟在311后 美风大型天灾必对伸张者进行调查 听障 视障者在避难保密上 始终是弱势角色 为了帮助掩耳不变的朋友 日本钢山大学附设医院与科技商合作 共同开发声音转换器 这台装置可以将声音转变成灯光与震动 并且捕捉特定的防灾无线讯号 在危机来临时提醒声障者赶紧投身 全球暖化症快速造成各种冲击 除了最直接的气候天灾 大旦海鲜未来恐怕也是件难事 有着40年卧寿司经验的老师傅 感叹海产质量一年不如一年 不稳定的海温不知打乱产计 捞上岸的渔获也不够鲜肥 威胁着卧寿司这项日本代表性美食 能上桌的海产越来越稀缺 陆地上的农产颜面临困境 温带气候的日本 竟然长出了热带地区的落里 而且还长得头好壮壮 这正是气候炎热的证明 至于原本栽种的橘子 则因为天气太热 出现浮皮的裂变 完全不适合装香出货 农家赶开万千 只能转念尝试挑战 把在地名产 从橘子变成落里 而对于气候变迁 科学家早就是操坏了心 尤其冰层快速融化 大大威胁海洋生态 为了彻底了解海洋状态 日本国立基地研究所人员 借用海豹小伙伴 将感测仪安装在他们头上 透过海豹到达人类 所不能及的海域 观察水温 生物等状况 研究员们更计划将装置小型化 把企鹅也纳入团队 探索在气候变迁影响下 持续变化的海水 以及海洋生态系统 体制新闻总报道 欢迎回来 据Focus评价的5G 这件事发生在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 实体展场里面 几乎都是聚焦这两个特质 全球手机大厂 包括Nokia 小美的姐妹品牌 荣耀 这些中国大陆的品牌 都发布一系列新品 仅扣平价5G的攻略能力 展览逛到一半口渴 只要在这个连接5G网路 Bartender面前的触控萤幕点一下 就能离开走走再回来拿 但它的功能不只有脸部辨识 或是多国语言应答 从果汁调酒到实价流行的 限压身影葡萄酒通通难不倒塌 游西班啊最大电信商 派出5G服务生热情招待客人 因为一年一度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 28号在巴塞隆纳盛大登场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 也清零开幕仪式 主本大会预计 这场围棋四天的国际展 将吸引六万人前来 扫一下手机里的疫苗证明 并全程戴好口罩 就能投入这场面对面的电信业年度盛会 非常感兴奋 真的好感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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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好感兴奋 因为有很多安全性 今年会场的两大关键字 平价和5G 究竟有哪些看点 主打平价公式的小米 这是亮相两款姐妹品牌 Poco的全新智慧型手机 首先力推的Poco X4 Pro 5G 除了采用高通Snapdragon 695处理器 还引进1.08亿画素的镜头 同为平价手机品牌 一年半前被华为出售的荣耀 也带着新品亮相 正中心这个有如巨型眼镜的相机镜头 不只是最新的对称设计 更被视为是新旗舰机款 让荣耀信心满满 把功能一项一项列出来 和苹果iPhone 13PK 同时也曝光全新智慧手表 和无线耳机 另一个大陆新生态品牌 也不放过在国际亮相的机会 新机除了主打独特的鱼眼镜头 超快速的充电时间 并强调对环境友善 因为他们运用纸张科技的设计 号称能在整个制造过程中 将碳排量保持在最低状态 芬兰的手机制造商 Nokia则搭上低价需求 最新浪向的三款新机售价 都在100美元上下 新鲜市场热销 让Nokia的母公司HMD 去年智慧型手机业务 年增幅达40% 而随之升级5G的顾客越来越多 他们也看准自家的中阶装置 在美国市场需求强劲 各家大厂绞尽脑汁 不只要在顾及民众核爆的情况下 持续推动新技术 全球不确定性升温 这场新品启发的国际展览 成了一道曙光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沃尔战士进入第六天 锁定普清来观察 普清他自己原定 3月2号是他的胜利日 西方认为剩下关键24小时 不过我们对于关键几小时 已经听了很多了 要关注的是 当乌克兰跟俄罗斯代表 进行了五个小时谈判 最后破局 他们在台湾时间 周一傍晚开始谈 第一点选在白俄跟乌克兰的边境 第二大城格梅利 普清有三大条件 第一要求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有主权 第二他要求乌克兰这个国家 必须非军事化 非纳粹化 然后确保乌克兰中立 这样子俄军会停火 乌克兰无法接受 而乌克兰提出的是 普清不要开条件 立刻停火 立刻撤兵 而总统泽伦斯基也正式签署 他要申请加入欧盟 这样的一个谈判 双方是没有任何焦点 最近穿梭斡选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提出 普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多疑 而且充满了极度偏执的意识 因此他会不会真的动用核武 绝对不要认为不可能 来了解一下 并且分析普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进入第六天 平民死伤快速增加 乌克兰政府为了停止战争 做最后的外交尝试 周一与俄罗斯代表 在白俄罗斯的边界城市 进行停火协商 乌克兰代表 头戴棒球帽 衣着随性 与西装比挺的俄方代表 形成强烈对比 乌克兰政府要求停火 俄罗斯则要国际 承认克里尼亚是俄国的 并要乌克兰去军事化 放弃加入北约 双方没有达成共事 不过约定进行第二轮协商 乌克兰深知加入北约无望 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转而要求加入欧盟 乌克兰九弓不破 俄罗斯也加大火力 要拿下首都基辅 卫星图显示 要开进基辅的军车 绵延长达64公里 军事专家推断 俄军不会包围首都 而是由西面突破 乌克兰战事不顺 西方又祭出严苛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 扬言动用核武 以往为了吸引国际注意力 普京不识就把核武挂在嘴上 不过这一次西方不敢大意 因为美国情报显示 近几年来 普京的性格大转变 普京是KGB情报员出身 习惯隐藏情绪 喜怒不形于色 但现在却会突然暴怒 无法克制冲动 情报也指出普京有脑神经 和心理健康的问题 西方的领袖中 与普京接触最频繁的 要属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多次邀请普京访问法国 2019年12月 两人最后一次在巴黎见面 时隔三年 马克宏为乌俄冲突斡旋 二月与普京坐上谈判桌 马克宏立刻感受到普京性格的变化 变得更拘谨 孤立还很多疑 言谈间充满了偏执的意识形态 乌克兰外交部长也透露 普京身边的亲信都反对他开战 俄罗斯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也不支持 俄罗斯各地的反战示威 有扩大的趋势 普京对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 仿佛活在平行宇宙 乌克兰第二大臣遭俄军空袭造成平民死亡 总统泽伦斯基要告俄罗斯犯下战争罪 普京若真的动用核武 全世界都将是受害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但普京毕竟没有到四面楚歌的地步 他拥有强大的俄军 不断地劲逼乌克兰 现在大概超过50万的难民逃出乌克兰 散往欧洲各地 不过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决定全力支援乌克兰 在人道立场上 瑞士和欧盟同步展开经济制裁 在瑞士有这么多银行 他瞬间卡住了俄罗斯人 贿入瑞士大概百亿美金的存款 另外包括了瑞典 德国芬兰都打破二战之后 不运武器交给战区的这样一个原则 他们开始供应乌克兰军武 土耳其也关了黑海航道 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军舰走黑海航道 那么很多人从各国飞往乌克兰 加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所呼吁的志愿军 这是继1936年西班牙内战之后 首建的无偿国际兵团 边谈边炸 俄乌第一回合和谈的同时 俄军轰炸乌克兰东北城市阿克提卡的军营 至少六人丧生 士兵殉国平民陪葬 幸存的人们徒手在废墟中挖掘生还者 联合国最新统计 乌克兰有300多位平民受伤 102位平民死亡 数字还在增加 俄军增援车队在基辅以北 年延超过50公里 随时能再发动攻击 想逃离基辅的人要把握时间 在买乌克兰难民的大巴士 行经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 最后抵达希腊雅典 没亲友能投靠的 只能占助接待家庭 逃出来的不是贪生怕死 只是想给孩子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抵达匈牙利的乌克兰难民中 许多是10岁以下的幼童 甚至抢宝中的婴儿 这位妈妈带着7岁儿子逃出来 超过50万人的人生与家庭被撕裂 几天内成为要向人起怜的难民 孩子若没逃出乌克兰 未来的生存条件将非常恶劣 基辅儿童医院的手术室与病床 现在都挪进地下室躲避空袭 一开战就炸了平民 乌克兰人对俄国总统普清深恶痛绝 难民危机也给乌克兰周边邻国极大压力 美国表示将再给予乌克兰 5400万美元人到援助 虽然最近与美国关系不太好 土耳其政府也改口承认 俄国入侵行动就是战争 并提醒俄国黑海不是你在管 根据这项1936年的国际公约 土耳其战时封锁黑海 不准军舰进出 呼吁俄罗斯停火 芬兰打破长期奉行的不结盟原则 德国与瑞典也违背自己二战后 不向交战国提供武器的原则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欧盟史上首次出资买军火援助他国 也是送给还不是欧盟成员的乌克兰 西方国家因为普京的大胆侵略 迅速凝聚共识 连长久维持中立的瑞士都改变立场 把钱存在瑞士的俄罗斯人们 现在可能也都难以接受 超过113亿美元来自俄罗斯的存款 全部被冻结 立刻生效 瑞士决定全面与欧盟同步 经济制裁俄罗斯 各方努力都希望切断俄罗斯的 这个乌克兰妈妈把11岁女儿送来雅典给外婆后 就要回乌克兰 许多人也跟她同向要进入乌克兰 加拿大一位厨师已经辞职 要响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国际志愿兵团的行动 根据路透社报道 数十名加拿大人甚至退役美军也有志一同 但满腔热血的无偿佣兵 可能对上俄军精锐部队的第二波攻击 为何不怕 邻国乔治亚这名青年点出现实 终究是要抗俄的和不现在开始 在乌克兰驻乔治亚大使馆外 这已经是第二批排队报名志愿军的人 第一批正在登机 白胡杂伯清楚过去两国并肩抗恶的历史 深批国旗说要去还个人情 情与异 情缘与武器 都希望能让普清的侵略大军停止前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香港对新冠疫情作战 现在看起来姐姐败退 香港单日周二的时候新增超过三万例 同时连续第三天新增超过三万 单日的死亡人数也破败 你现在看到的是香港从疫情以来 累计的死亡人数已经有841名港人 香港这一波疫情的感染人数是19万港人 等于每38个港民当中 就有一个人在这一波确诊 那么中国大陆帮忙搭建的方舱医院 若在轻衣已经完工启用 供应不到4000张隔离病床 但是床内没有厕所所以要用公厕 这使得港人对于香港政府 抗疫防疫的基本设备能力 管理能力信心尽失 蔬菜水果全空 肉类也被买光 旧边货架上还只剩一块面包 香港各地超市超商 掀起民生物资抢购潮 全英港府28号称 不排除全民强制检测期间 实施禁足 网络上更传禁足期最少7天 就怕突然被迫关在家 而港府现在有许多考量方案 譬如在三轮检测中 只有首轮实施禁足 而禁足也不是完全封城 但却迎来专家批评 专家认为既然要禁足 就该彻底落实 除此之外 市民配合度也至关重要 多数市民对港府长期不信任 更何况港府至今 连确切的检测日期都还没定定 现在香港刻意仰赖大陆中央支援 新政长官林郑月娥视察搭建 完成的轻衣方舱医院 走进房内三张病床 还有简单桌椅 全新的设备 不过房内却没有厕所 届时收治的患者 必须走出隔离房 到一旁的共用厕所 平均20人共用一间公厕 防疫始终不到位 加速香港疫情恶化 3日1号单日确诊达32,597例 死亡飙破百例达117人 为了应对第五波疫情 特区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源 加强各个抗疫环节的能力 但是病毒扩散速度之快 已经远远超过特区政府 自身可以处理的能力 刚复春截止到二月底 第五波疫情累积的确诊数 已经是过去两年确诊总和的12倍 自身无力抗疫 反映在各个体系崩溃 其中全港有580家安养院 爆出染疫 想把确诊长者送到医院 医院爆满拒收 要撤离还没染疫的长者 家属也有苦衷 未能及时做好安置 有安养院在短短10天内 包括收治长者和员工在内 多达80几位确诊 疫情下的悲剧不断在发生 无力的港府把所有希望 放在大陆中央支援上 对于港人最及时的防疫需求 却总是束手无策 视而不见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同步的关注乌克兰的情势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